字幕志祭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港股經過八天連續下跌後 終於有一個反彈 大市今天早段高開80點 之後來講時續向上 最高見到23393點 不過高位有阻力 大市回軟 今天高低波幅不算太大 只有154點 恒指收市價23336點 上升177點 不過成交方面不算太多 只有575億 今天會和大家看看不同形態的走勢 頭肩頂、波浪理論等等這部份 好 先看圖表 今天的股市終於經過八天的跌市 今天又反彈了 升了177點 人們說會不會就此 然後升回上 現在在股市上 其實現在來說 較為快了 一點點 為甚麼呢 股市來說 單日轉向 現在未確認得到 為甚麼呢 今天的大市是高開 跟著這個波幅來說 其實不算太大 只有154點 今天成交量都比它少 只有575億 所以今天的轉向來說 不能作準 成交量不算太多 對於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傾向於怎樣 會在底位裏面再拉鋸 現在拉鋸的狀況 其實越久來說 你拿貨越穩固 蝕跌到低位方面 多幾個這些打底 換話說走勢方面 會比較穩固 所以現在來說 暫時來說 大家不用急 打算星期三 明天假期 星期三一入市 即是拿貨 其實暫時不用急 有機會落下一點 現在你看過狀況 打好底 再往上走 就安全一點 所以現在來說 就不用急著 還有近期來說 有些股票來說 也要留意一下 在形態方面 有甚麼股票留意一下 大家看看這隻股票 這隻來說 是長江石業 長石方面 好 我先把這些線簡單化一點 好 這個狀況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走勢裏面 有甚麼形態 可以看到 形態方面 留意一下 在長江石業方面 一號來說 這個是甚麼 頭 這個就是左肩 這個就是右肩 有時候我們說 頭肩頂 就是這類 這個就是頸線 走勢方面來說 有時候我們說 跌破頸線 有機會中一步下跌 這個頸線 剛剛反彈 所以未到跌破 如果跌破 要小心點 這個就是頭肩頂的形態 這個頭 一個左肩 一個右肩 另外 留意一下 有隻股票 13號 這個股票 我們有時候說 是和王 和王13號 走勢裏面 有一個形態 這是甚麼形態 大家看看 這裡有一個形態 我們有時候可以叫做 波浪理論去看 波浪理論 有時候說 五個上升浪 就是三個調整浪 所以看和王 有機會會跌下去 那怎麼看浪 五個上升 三個調整 留意一下 我們一浪在這裡 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五浪 調整 A B C 會低於A 大概會去到80元 左右 我們想說 1 2 3 4 5 A B C浪一般 不可以最短 第四浪 不可以和第一浪重疊 這些數浪 要留意一下 按照這個調整階段 有機會跌破到A浪 大約在80元左右 所以小心和王 會有下市低位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C浪 另外 有時候我們畫一些線 19號 這個 就是太古A 有時候我們畫走勢線 怎麼畫 這個不是看形態 是畫線 我們看看現在 支持阻力線怎麼畫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狀況 叫做阻力線 這個 叫做什麼狀況 這個叫做支持線 所以你見到這裡有個反彈 有時候我們所說的頂 等於上市 上市的頂 等於我們今次跌下來 這個叫支持點 上市的頂位 等於我們今次跌下來的支持點 所以這裡反彈 上面叫阻力 下面叫支持 這些畫線就是這樣畫的 另外我們看看股票 386 好 中國石油化工 這個386來說 大家留意一下 這是什麼形態 也可以叫做頭肩頂 頭部 左肩 右肩 我們畫頭肩頂的線 怎麼畫 這部分 這個 我們叫做頭肩頂 這些來說 也是一個形態 所以大家有時候做買賣 可以留意一下形態 有時候也挺有趣味 其實形態走勢這些 相當好用 我們時刻會再講這些話題 好 下次再見 拜拜